长期关怀弱势提供服务的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2023年总共汇集20个国家 60个世华分会的爱心捐赠全台湾各机构 总共1200张电动医疗床 其中总会长庄助为和基隆分会会长徐婉玲等 20多位重要干部 特地前往台湾矿工医院制证35张 价值120万元左右的电动医疗床 协助医院帮助病患提升照护品质 我们世华这次我要感谢全球姐妹来自20个国家 60个分会的姐妹 短短一个月我们募集了1200床 这个每一张床都代表我们海内外姐妹的一个 对我们家乡我们台湾互相的一个温暖跟爱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基隆分会 那在这边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总会给我们这个机会 跟矿工医院有这样子的连结 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呢 做这些捐床的服务 基隆地区的医院总共获赠72张电动医疗床 而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的爱心 也获得台湾矿工医院的由衷感谢 对那里为人是很有心的 很感谢 对我们这种地区院的帮助 非常感谢 那当然我们的病人的一个品质 这方面一定是有提升的 那在刚刚的病床真的是很灵活 它可以描握做那种感觉 就是帮助病人可以减守我们妇女的照顾 或者说妇女的减守一些职业伤害 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 矿工医院黎庆福院长进一步指出 对于在医院卧床或是住院治疗的病人 电动医疗床相当轻巧 推送不费力 按压面板就可以调整病床高低级角度 可以有效避免传统摇杆式病床 带来的职业伤害 对病人和照顾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